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搞的这个AUKUS 关键是他这个美国和英国联合支持澳大利亚来搞这个核潜艇的这件事情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呢,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引起来的人们呢,关于对核扩散以及军备竞赛 或者说呢,是冷战的一个担心 这是全世界的一个担忧 这个担忧呢,就是美国搞出来的 美国口口声声的说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可是呢,美国就是这个世界的不稳定因素 不和平因素 在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不和平,所有的战争 几乎呢,都是和美国有关的 而美国在它的二百多年的这个历史上 仅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没有发生战争 美国的自己人都说美国就是战争贩子 那这次美国所推动的这个美英澳 这个三国联盟更是把世界带入了不稳定 立刻就进入了不稳定 调起来了很多的矛盾 不仅仅是激化了中美之间的这个矛盾 还调起来了东南亚,东北亚的不稳定 还调起来了欧盟的不稳定 甚至呢,就连英国国内也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呢 对这件事情是非常反感,非常有看法的 认为这件事情就带给了全世界的不和平 不稳定 而不是美国所标榜的相反 拜登在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上强调说呢 美国不想挑起新冷战 可是呢,你这么做的结果 他就是挑起来新冷战 而且比新冷战更严重的就是 会造成和扩散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英国的工党领袖 他在当天就发了一个推文 这个推文里面就说呢 开启新冷战不会给世界带来和平、正义以及人权 那第二天 他再次的又发了一个推文 这个推文就说呢 国际社会对AUX的反对 反映出来了一种日益增加的认识 即真正的安全 不会源于开启一场新核武器竞赛或新冷战 真正的安全将来自于国际合作 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危机 他说的呢,确实没错 美国搞的这一套呢 将要开启一场新的核武器竞赛 也就是新冷战 那这件事出了以后呢 不仅仅是法国为了自己那点经济利益而勃然大怒 在亚洲澳大利亚的邻国反应是最强烈的 我在前面呢跟大家说了 中国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反对澳大利亚 这种不负责任的和扩散的行为 不仅是不负责任的造成局域不稳 而且呢澳大利亚签了联合国的这个核不扩散条约 是完全违背了对他这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 所付出的承诺 那除了中国第一时间来反对以外 反应最强烈的 除了法国欧盟的那个经济利益 以及面子上的事以外呢 反应最强烈的就是印尼 因为呢澳大利亚的总理 本来就计划在参加完了联合国这个大会之后 在回来的路上顺道就会去访问印尼 但是联合国大会还没有召开 就出现了这件事情 那印尼呢马上就取消了澳大利亚总理 对印尼访问的这个行程 这就表示了印尼对这件事情极为反感 就连印尼最大的一个英文报纸 叫雅加达邮报 上面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就是 印太紧张局势升级 印尼谴责澳大利亚 的确是这件事情很明摆着的就造成了印太地区的这个紧张局势 任何一个地区如果是一个国家 他搞出来核武器 或者他要搞核武器 谁不紧张啊 对不对 印尼呢作为离澳大利亚最近的一个国家 对这件事情呢非常的担忧 印尼的外交部发言人说 印尼对该地区的持续的军备竞赛和兵力投射深感关切 他不仅强调了澳大利亚所签署的核武扩散条约的义务 同时也呼吁澳大利亚一定要遵守两个国家所签署的友好合作条约 来维持对区域的和平稳定和安全的承诺 并且提出来要求澳大利亚要和其他任何的相关方展开对话 以和平解决分歧 那印尼呢有一家智库的安全问题首席的分析师 他叫安吉塔 安吉塔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他也说 美英澳出人意料的决定 可能会令东南亚地区国家感到不安 该地区其他国家表示担忧和反对 也相当合理 因为这可能标志澳大利亚向发展核武器迈出了第一步 澳大利亚核潜艇的存在 让澳大利亚和他的邻国以及整个亚带地区面临着核事故的风险 其影响可能与核武器爆炸具有同样的毁灭性 那和印尼一样担忧的就是本地区的另外一个国家马来西亚 今天有马来西亚的网友还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就是他们国会里面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表示 对于这件事情同样的一个担忧 而且是极为担忧的 马来西亚也在第一时间 要求澳大利亚派人到马来西亚来进行解释 那么今天在他们的国会上又非常郑重的表示 一定要和澳大利亚和本地区的国家一道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还表示呢 国防部长近日他会到中国来征求中国的意见 马来西亚还表示说 马来西亚会和他的邻国文莱一起 要求澳大利亚来进行对话 另外呢对于这件事情 新加坡菲律宾也都表示了担忧 虽然说不像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么激烈 新加坡的态度没有那么激烈呢 我想是符合新加坡它是一个小国 它在任何一个国际的大的事件当中 它都非常的谨慎 它不想得罪任何的一个大国 尽量的要采取一个中立的态度 而菲律宾呢 我想他们心里面有可能都有一个小九九 我就观察你这个事态的发展 和印尼马来西亚其实一样 你别给我逼到一定的份上 你要给我逼到一定的份上的话 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核武器拥有国呀 连朝鲜都有核武器呀 有了核武器就是安全呀 你美国向世界传递一个什么信息 对不对 朝鲜有核武器你就不敢动它吗 别的国家不看着吗 你现在又公然的来支持澳大利亚来进行这种核扩散 澳大利亚可以难道我们不可以吗 这是东南亚的国家离澳大利亚比较近的国家 那这种信息呢 现在也让日本啊韩国呀全都get到了 日本和韩国现在都在进行大选 日本的自民党总裁的选举 直接就会决定谁将会替代菅义伟成为下一个日本首相 那就在前两天的时候 这个自民党总裁的四个候选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当媒体问到了一个问题 说假如美国要在日本部署中远程导弹的话 你支持还是不支持 结果这其中的一个声望比较高的 受到安倍的在背后支持的这个高视早苗 你别看她是一个女性哎 非常的偏激 马上就举手表达 说她坚决支持在日本来部署中远程导弹 而且呢她表示说 在日本部署中远程导弹非常有必要 要涵盖所有中国的城市 涵盖中国每一寸领土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就等于邀请美国来控制你日本啊 控制你日本的命运啊 到你这儿来部署这个中远程导弹 能指示中远程导弹吗 肯定得有核弹头啊 如果在你日本部署了核弹头的话 中国能干吗 你认为就只针对中国吗 俄罗斯能干吗 是不是 俄罗斯他不会在你的北方四岛上也部署上核弹吗 要灭你日本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这个高市早苗脑子真是坏掉了 可是呢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这种疯狂的政治家 有市场来 现在这个市场你看看 最得意的 不都是一些极有意义的政客吗 这高市早苗仗着安倍对他的支持 这次他赢的可能性很大呀 那他说完这话以后呢 立刻就受到了谁的欢迎 受到了蔡英文的欢迎啊 蔡英文立刻就和这高市早苗两个人就会面了 蔡英文一直就说什么 台湾呢不是棋子 台湾是棋手 这就是蔡英文的愿望啊 蔡英文就和这高市早苗一样 巴不得你美国在台湾部署上核武器呢 是不是 好这是日本啊 结果今天呢 我还看到有报道 韩国现在不是也大选吗 结果呢 韩国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 候选人今天说出来的一句话呢 比这高市早苗还要惊天动地 今天在中国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都有人问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是法新社的记者问的 法新社的记者问说 关于韩国总统大选的问题 一名领先的候选人称 如果当选 他将在韩国受到朝鲜威胁时 敦促美方部署战术核武器 中方对美国在韩 重新部署核武器持核立场 你看到没 就说他说的这话呢 不仅仅受到了亚洲 受到了中国的关注 注意到就连法新社都注意到这样疯狂的言论呢 赵立坚说 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和有关核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 韩国有关政客拿朝鲜半岛核问题说事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啊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是负责任的行为吗 非常的不负责任 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啊 现在你就看吧 现在亚洲的这些国家 尤其是中国周边 这些国家都在跃跃欲试啊 将来在亚太地区 有可能崛起一堆的核武器的拥有的国家啊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了 美国支持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核潜艇 它是需要时间的 我注意到 它要真正部署到位的话 要到2035年 其实这个对中国的威胁不是特别大 美国就是说 哎 你法国你那么反应强烈干嘛 不是应该中国的反应最强烈吗 好 你到2035年 你这个核潜艇 你才部署到位 到那时候台湾都已经回归了 2035年之前 我相信台湾已经回归了 那台湾回归之后 澳大利亚的这个核潜艇对谁的威胁最大 对其他的那些小国威胁最大 那假如说这些国家 现在呢 就很害怕 都偷偷懵懵的搞这个核武器 然后帮击一下 就试射一个核武器出来 就有了核武器了 然后呢 这些国家就全都有了核武器了 到那时候 中国又不是战争贩子 对吧 你美国是战争贩子 美国到处去控制别人 到时候你美国这些国家 就全都不听你的 全都比那个北朝鲜 还要更厉害 我有核武器 我怕你干嘛 到那时候 美国就是 说实在的 你搬起石头 撒自己的脚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